口红 包包 首饰 有些恋爱中的姑娘 可以从男人那里得到许多 物质上大方 精神上贴心的男人 谁都喜欢 可你知道吗 如果一个男人在物质上满足你 他也能花同样的钱 给别的女人 但如果一个男人体贴你 包容你 他便难以再花同等的精力 给另一个人 这是一个谁都不愿意吃亏的社会 一个男人若是舍得为一个女人花钱 那么通常情况下 他也想在这个女人这里 得到些什么 贾心刚过二十 便迎来了他的新恋情 对方不是发光的运动青年 也不是技术宅的功课男 而是一个事业稳定 留着小胡子的成熟大叔 用贾心的话来说 他和大叔 是相识于偶然 相爱于必然 年过三十的大叔 似乎早已万化从中国 深暗着女人 几乎所有的喜好 他会开车带贾心 去临时 疯狂地买买买 也会在贾心生日的时候 在旋转餐厅 送他一条 闪闪的项链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 浪漫又多金的男人 总是容易符合女人的心 贾心沉浸在对方 给的物质满足中 也把自己的身心 都交给了对方 他以为 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 只是有句话说得好 一个男人肯为你花钱 并不代表他一定爱你 但一个男人若是爱你 一定舍得为你花钱 舍得为加薪花钱的大叔 并不爱加薪 有次加薪晚上发烧 打电话给大叔 结果大叔说 我在忙 赔不了你 乖 你自己去看医生吧 去好点的医院 没钱我给你 挂了电话的加薪 躺在床上 眼泪哗哗地流 他猛然发现 大叔给他买衣服 买首饰 甚至直接给他钱 却从来不曾 让他接触过 自己的朋友和家人 在一起几个月了 大叔带加薪去过 很多地方购物和旅游 可是加薪 竟还不知道 大叔的家和公司在哪里 想到这些 加薪连忙打电话给大叔 冲着对方慌乱地说 你是不是嫌我 用太多你的钱 不爱我了 不然我生病了 你怎么不陪我呢 那以后不那么 我以后不那么浪费了 好不好 我不要很多你的钱 只要你给我 多些温暖 我现在很难受 我好想见你 只是对方一句话没有说 便挂了电话 再打过去 已是空号 有些感情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 如果习惯了在物质上依赖对方 那么在生活和精神上 你就无法得到太多 而只有当你经济独立 精神独立的时候 你才能骄傲地说 我不稀罕你的钱 我只要你的爱 感情里可怕的是 一个人一直依附着 另一个人生活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 我们信赖和依靠的那个人 会不会突然有一天 就离开再也不回了 我想问你 你跟一个人在一起 到底是为了他的钱 还是为了他的爱 花钱的经济成本高 给爱的精神成本高 但无论答案是什么 我都希望你 不要沦为一个人的附属品 不要丧失了 独立生活的能力 不要忘了 自己最初的模样 有些人在拥抱 有些人在拥抱 我在唱分手快乐 有些人在拥抱 有些人在拥抱 我离开转发问 我真的有想像一般 因为我都 mulia..! 当你不想像一般 你不想像一般 你不想像一般 是太动人 是太偏远 是叫我太愿意 所有美丽都相信 为不见你 以想念你 谁不是个往事 明白脆弱的自己 眼前天荒 背后地冷 难道只能叹息 没有你 也想问你在哪里 夜店外 那味道是你吗 有些声音收起 我大概开始懂了 有些浪漫 忽然之间就完了 也许他们都是没了期待 我一个人为了什么 你还好吗 我是承意 很开心要用这种方式和大家打招呼了 转眼前承意电台也成立了三周年 为了纪念我们推出了承意电台 三周年签名纪念版CD 给你一张过去的CD 这也是我们电台的最后一张CD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CD是声音最好的载体 不仅仅因为它是对声音的一种记录 更因为收到它的人 能够确实感受到声音最真实的温度 和这份礼物的用心 所以才决定在三周年之际 最后一次用CD这种形式 与大家见面 CD的购买方式很简单 你可以在我的新浪微博 DJ承意的置顶微博 点击链接进行购买 当然你也可以在淘宝搜索店铺 承意电台进行购买 或者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 DJ承意 再次菜单一栏 陪你一栏 点击CD 进行购买 承意电台三周年 感恩一路由你 给你一张过去的CD 你愿不愿意 让我住进你的未来里 我是承意 未来再远 我会一直陪你 晚安 好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